主席 一傳媒集團 我想他們也都表態了 那這三位重量級人士 他們要來併購一傳媒 以在商延商的立場上面 你覺得經濟部的立場 你認為他們來併購一傳媒 他們有什麼樣的利益呢 報告書委員 那個 該怎麼說 這個部分坦白講 如果是在商延商的話 要他們自己最清楚 當然我知道他們自己最清楚 你們不敢替他們回答 但是從一傳媒的利潤報告裡面來講的話 投資這個 拿這麼大的金額去投資 在一傳媒上面 在商延商的立場上來講 全部都不合啦 在生意界 在商界裡面有很多的併購案 也有很多可以賺錢的生意 我講的如果是在商延商 早上部長明確在這邊表達 如果是他 他絕對 不會來買 代表有什麼 他聰明 站在生意界裡面 他沒有理由買賺賺賺錢 部長又講了 他們財力最厚 有委員問他說 財力從哪裡來?資金哪裡來? 部長替他們回答說 他們財力最厚 就不敢跟他說 錢的委員會來了齁 但是我要說 難道他們的動機 就真的是商業利益嗎? 以你經濟部的角度來看 你會覺得他們是純粹的商業利益嗎? 從經濟部角度來看 反而是能夠促進國內的經濟發展 但是有很多行李的賺錢 再來 人家常常在講的 隔行如隔山 傳媒不那麼好做 對不對 對他們來講 顧重量也好 王文元也好 他們不需要去躺這趟渾水 我要跟經濟部報告 我要跟你用報告的口吻 我想 他們真的不是只有所謂的經濟利益 沒那麼謊 而背後隱藏的 絕對是政治的動機 早上許中信委員他也明確的表態了 他也明確的說了 也沒聽他的齁 他後大家就走著瞧 甚至於他們買了這個一傳媒以後 他們就直接跟中國大陸那邊講 說你看 我自己買了 他後有什麼事情 你煩惱就好 我就照辦 這個就是現在我們怕的 齁 市長 所以我們要求您仔細的去 一定要去好好的去 仔細的審查他們的資金來源 是齁 忙在那裡說齁 他們資金財力最好 我說啦 錢不是不會買得 沒有人那些傻的啦 在他們的表面的動機裡面 後面的隱藏的實際的目的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市長 在他們的資金來源 本席在這邊特別要求 我們經濟部一定要徹底要了解清楚 到底他的資金來源是從哪裡來 是我們會了解 好 謝謝 來市長你請坐 來接下來我們請一下公平會主委 請胡主委 主委 你好 主委 主委 早上到現在 所有的委員都希望我們公平會 是握有武器 握有力氣 能真的替台灣社會 還有消費者群眾 做出最有利的事嘛 所以大家也自己鼓勵 也要求 好 那我現在 剛才我問市長的這一些話 其實我也是問給你聽的 我相信你也聽得到 世間人沒那麼傻的啦 沒有真的那麼笨 會笨到跟前過不去啦 所以他們在隱藏著他們的商業動機以外 他們背後真正藏的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所謂民意代表 站在這邊 所怕的又是什麼 怕的就是未來言論的壟斷 消費者的權益 不是站在你的意想上 從頭到尾我覺得你好像講 只講說好像是用經濟的考量 去考慮消費者權益 那我們今天邀請的 與會的社會人士他們有講喔 消費者權益不是只有經濟的衡量 還有很多資的權益喔 還有言論的權益 這個都是 所以說主委 早上 剛剛黃偉哲委員也有問到 我們未來 你們 你剛才說 他們到時候登記了以後 你們才能進行調查嗎 對不對 申報 申報以後嘛對不對 好 我先問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不是蔡衍明 是蔡少宗申報 你會把蔡少宗跟蔡衍明切割嗎 這個部分我們還要再研究看看 難道你們都沒有做功課嗎 你為什麼 從頭早上怎麼問你 你都是我們還要再了解 不然我們還要再做審慎的評估什麼 我現在 蔡衍明跟蔡少宗兩個 也同樣的出席在一個場所裡面 也公開的表示要夠 依傳媒 如果說今天蔡少宗 她要用她的名義去申報的話 你們真的要把她切割嗎 她一個年輕人有這麼大的實力 也有這麼多的財力嗎 當然 爸爸是爸爸 兒子是兒子 但是你們要把這個整個的連貫性 到底是不是背後有人操控 要去做實際了解 那如果說用了另外一個人頭去申報的話 你們就可以切割 那我們不是完蛋了嗎 對這個我們也了解 對每次講你們都說了解 所以 明天申報就知道答案了對不對 是是是 所以我們在這邊 應該也是 可以說是做善意的提醒 這個我們提醒都有 這個應該就是你們要做的嘛 是是是 你們有辦法對付他們 難道他們就沒有想辦法 怎麼樣回應你們嗎 人家說鬥高一死 魔高就宜仗 你如果叫人他們說 你們拿自私化的給他們看 人家有準備找到 散佩法條 要怎麼來規劃 要怎麼來陷你們所有的發言 怎麼要去散佩你們的規定 人家都有一套說詞 你也是贏定 甚至於配合他們起伍 你們說了就算 說了就算 我們現在今天就是這樣 不會啦不會 這個不會 好 黃偉也要問你 我們希望你承諾 在這個平面的 報位的計算 你剛才我們有講的全國性的日報 你有講過什麼叫全國性的日報 你也講得很清楚 那我們 我在這邊 我要你公開的承諾 到底要怎麼去計算 難道你們沒有做功課嗎 怎麼去計算 是不是有超過他的標準 什麼叫全面性的 全國性的 一個日報 市場界定的部分 的確是 這是個案非常 明天人家就要申報了 你們到現在還在說 如果說你們還會再 好好的仔細研究考慮 不然你們都沒有做功課 這個是重要的一個計算基礎 對不對 從頭到尾 要併共一傳媒 從年代 董事長他一直 的新聞到現在為止 多久了 最起碼你們心中 也應該有一把尺 到底你們要怎麼樣 計算這個基準了嘛 對當然 對不對 我可以把計算的標準 基準 還有過去的案例 都跟您報告 可是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 如果是 如果現在以全國性的日報為 為基準 做為計算分母的話 一傳媒 跟所謂的萬報他們加在一起的話 他們所擁有的 是不是已經結合超過百分之五十了 這個 這個到目前 如果以現在 剛才講的 以全國性的日報 做分母基準的話 是不是已經結合超過五十了 這個首先 是不是用全國性日報 做為市場 還是可以更大 就是報業市場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怕你們公平位 就一直為他們解釋 一直把這個品做大嘛 我們在怕就是怕嘛 當然 如果生意上的結合 你們只純粹商業上的利益來考量 我們還還還還沒有 維持國民生 我們沒辦法 我們現在是怕言論被壟斷 我們怕的是這個 那台灣的未來在哪裡 言論自由在哪裡啊 主委 這才是我們現在真正關切的地方 所以說為什麼 你們早就應該要做有所準備 所以才為什麼今天會排這個議程 請你們來這邊做報告 來這邊備詢 結果你們來都也是 不敢去正面做回應嘛 因為這個個案決定 我們還是要委員會來決定 委員會決定 所以我之前我就問過你一句話 我說當黨政高層的黑手 如果介入的時候 你見到頭是不是 趕快有這條給他抖 抖得住嗎 可以啊 這個是應該可以的 主委 陳某剛才上個委員所講的啦 比較有評論的啦 這個併購案 不是開玩笑的併購案 絕對不是單純的 所謂的經濟利益的併購案 他背後隱藏的動機 牽扯到我們台灣的未來 我們的社會 甚至於我們的言論自由 說得舒適的 不然就我們怕孫子的未來 主委 他比較有教育的啦 好不好 我們了解 也希望說給你一個肯定 也希望你真的要加油 好謝謝 謝謝主委